有些人在清晨睡醒后会出现口干、口色、口苦的症状 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口苦虽算不上什么大病,但会影响到个人的情绪 严重还会导致胃觉减退而影响食欲 清晨睡醒后经常口苦千万不要忽视 可能暗示我们的身体有某些疾病 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晚上睡到半夜,发现口干、舌燥还有些发苦 很多人认为这种是由鱼夜里喝水哨造成的短时缺水症状并无大碍 千万不要不以为然,还有可能是疾病找上门了 那么,半夜发现口干、口苦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今天详细科普一下 为什么半夜嘴巴变得又干又苦? 一,口腔疾病 当口腔内出现疾病时,也可能会导致人出现口干、口苦的问题 比如说其实口腔溃疡、牙龈炎、牙周炎等 这些疾病都可能会导致人出现口苦、口干的症状 尤其是晚上不刷牙时,第二天这种症状会更加明显 二,维生素B2缺乏 人体中缺乏某些营养的话,同样会导致口干的情况出现 比如像缺乏维生素B2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口干的情况出现 除此之外还会出现口脚溃疡、腌肝、舌体溃疡的情况 因此这个时候及时的补充维生素B2非常的重要 三,肝胆疾病中医认为 口干、口苦是肝胆活旺的典型症状 当人体的肝脏功能出现问题时 体内的代谢物、毒素、垃圾就不能及时排出并且堆积 从而引起口苦 另外,很多时候胆囊疾病病人都有口苦的现象 尤其是老年人 由于胃动力差或者胆脂反流所引起口苦 四,精神性口苦紧张、压力大、情绪波动大、疲劳、生活不规律、过度吸烟、酗酒等等 都会引起口干、口苦的现象 五,警惕癌症 对于一些长期口干的老年人而言 最好是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因为一些癌症同样会出现口干的情况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 由于糖尿病会导致今夜分泌减退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感觉到口干的情况 特别是在夜间口干的情况更加的明显 这个时候不妨将聚齐子洗净备用 需要食取一粒含在蛇心上 几秒钟后就会从蛇根生出今夜 六,消化不良 一旦人体摄入过量的食物 导致消化不良也会引起口苦 当人体摄入大量食物后就会增加肠胃负担 食物难以消化 从而产生部分气体并反流至口腔中 便会出现口臭和口苦的情况 如何有效预防口干 口苦 加强运动 锻炼可促进身体的正常代谢 排除毒素 促进消化功能正常运转 合理饮食 合理安排饮食 不食用辛辣 冰冷食物 不暴饮暴食 多食用蔬菜 水果 粗粮等含有丰富纤维素的食物 促进肠胃蠕动 帮助消化 避免消化不良的现象出现 多喝水等 清洁口腔 注意搞好口腔清洁工作 否则还很容易出现口腔异味 尤其是在食用甜食之后 避免口腔内有大量的细菌 避免取齿 规律睡眠 不熬夜 早睡早起 保证每天有充足的睡眠 良好的睡眠习惯可以有效缓解口苦 戒烟戒酒 素最后醒来都会觉得嘴巴里又干又臭 你懂的 看片尤其是在注意 你听人们的对待 未经认为 存在的低色 适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